賴新聞152 152 賴新聞歡迎你收看今天11月14號的賴新聞 我是節目主持人周玉寇 在11月26號的選舉之前的前10天民調不可以公布 而且參選人是很難去參加我們的政論節目 因為按照選拔法的規定在同一個選區每一個人都要來參加 所以我們要把握這幾天的機會讓參選人能夠來到我們節目現場的現場說法 同時要跟大家說的是選舉最後倒數計時 我們看到了陳時中他回到了冷靜的暖男的 而且是非常有魄力但是又很溫和的指揮官的角色了 就在這樣一個人設的確定的最後關頭呢 陳時中他在一場音樂會當中請出了他的夫人來演奏大齊琴 今天很多人說你推出了夫人牌 結果陳時中的金句倒是一以貫之 跟他一開始的時候大家問他太太甘政與否 他說他不方便評論別人的太太 他不敢評論自己的太太一樣 他今天說夫人不是牌是孫女士 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 在最後關頭的蔣萬安在台北市殺氣騰騰 看起來是要罵騙天下人 很有1994年當年趙康的那個 這個挽著大刀的那樣的一個架勢 他可以達到他勝選的目標嗎 黃珊珊在高洪安事件的外溢的影響的情況之下 今天的民調顯示出他仍然佔有一定的比例喔 在台灣非常多的中間選民跟年輕人 他如果不喜歡去討好或說肯定執政黨 但是在台灣的年輕人不會投給國民黨的 所以在台北的這一場選戰的三角度 最後會怎麼樣的結果如何的發展呢 恐怕在開票之前沒有人可以有定論 不過陳時中在今天的最新民調當中 他是領先的 同時高洪安又被爆出來了 另外一件令大家覺得匪夷所思害人聽聞的事情 就是不僅他把助理的加班費呢 去這個報滿報保 而且叫助理上繳回來 變成他的小金庫拿做私用 今天呢更有最新的證據透過鏡周刊呢 向社會來對外來報導的就是 他連助理的薪水都是高報低給 然後中間每一個人都還有差價 這個差價呢在一個非常非常清楚的檢舉人 所提供的明細項目之下呢 看得讓人嘖嘖稱奇 不過高洪安今天還是不認帳 用這樣的狀況之下 他狡辯到最後還故意用郭台銘董事長 跟他一起合成的一支廣告影片 他可以勝選嗎 柯文哲呢口不責言 批評薛瑞源是婦產科醫師 得罪了所有的婦產科醫師之後呢 今天呢又道歉 這場選舉到底是一場混戰 還是有一定的脈絡可循 那就是疫情在緩解當中 我們的經濟也在往上走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年輕人會不會出來投票 而如果年輕人願意出來投票的話 對哪個政黨會比較有利呢 我們今天為各位介紹 在情道的今天的來賓裡面 有四位是候選人 不過過幾天他們大概 所有的政論節目都必須暫停上節目 首先為各位介紹的是 第一次參選其他表現就非常優秀 在台北市的士林北投 參選民進黨所提名的林彥鳳 柯姐好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非常歡迎你 繼續為各位介紹的 捲土重來一定 他說一定要贏 大同中山區民進黨所提名的 市議員的候選人是顏若芳 柯姐好 大家好 好 謝謝 接下來為各位介紹的是台中 他的選區是大雅神岡彈指 對 然後是甄雪連任 是周永宏 柯姐好 大家好 好 接下來我們的政治分析 非常非常 絕對非常深入 是資深媒體人王世奇 大家好 歡迎 也是政治評論家王朗東 柯姐好 大家好 好 我們今天好久不見 葉元芝 你一定穩定當選的 不必上節目了 謝謝 謝謝柯姐 集中選票 謝謝 柯姐好 大家好 為了要符合選八法的規範 我們是努力的在法律的範圍之內 保持我們的新聞報導的言論自由 跟新聞的平衡 首先我們就來看 蔣萬安的選舉 他現在好像吃了炸藥 任何人問他任何事情都罵人家 然後你在美國矽谷經驗是幫中國的中資籌錢服務 他說這叫魔洪 然後今天還扔出一個炸彈 說什麼地下市長又如何如何 結果被他批評的這個人 扔出了一個手榴彈 扔出的很好 說你把人家30年前往事拿出來 那你爸爸自己當年如何呢 其實最有趣的是電報蔣萬安的是誰呢 是曹星成董事長 我們來看 曹星成在他週末的時候所發表的這篇文章 他跟年紀小 他差不多一半的蔣萬安道歉 因為他說 由於他揭發他在矽谷的經驗 只不過就是個打砸的 跑腿的 送文件的 害得蔣萬安的 國文程度造詣非常差 他呢 是暴露在社會大眾眼前 他還說蔣萬安中文程度不好 所以呢 明明姓張 蔣成了姓蔣 他讓我們的選舉 出現了高級幽默 很多人問我 到底在矽谷做什麼 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 最近平打自己在美國任商務律師的矽谷經驗牌 卻再被前聯電董事長曹星成揭露 蔣萬安最新在政見會上 提到曾辦的案子 卻只有韓國G-Market 並給美國eBay一個案例 但他當年2月就被資遣 4月併購案才完成 若是要腳 不會被提前資遣 基本上是吹牛碰轟 還質疑蔣萬安所謂矽谷經驗 是專讓中資公司在美國上市 蔣萬安 你就是蔣萬安 你就是碰轟安 陳時中仍然把炮火對准蔣萬安 再打他提出的矽谷經驗 這家事務所所有的客戶 基本上就全部都是中國的企業 他就是能夠幫中國企業 進入到美國的資本市場 借殼上是中國醫藥控股 中國西蘭天然氣 蔣萬安本身也是因為他會說中文 所以這家事務所才找他的 直指蔣萬安在每代任律師期間 幾乎都在為中國企業服務 其中不乏有國營企業 根本和新創律師完全不同 你出去外面講說你是一個新創律師 會帶來所謂的新創的一些條件 你不是新創律師 你是為中國企業服務的律師 新創律師就是要設計一個 讓投資人想要願意來投錢的一個契約 G-Market還有Ebay 那就是兩個商業巨人的合併 這跟我剛剛說的新創 其實沒有任何的關係 我是受僱律師 大家也知道受僱律師 就是老闆交付的工作 我們就把它做好 過去這個事務所承接了全世界各企業 在美國的法律業務 那其實當然也包括了 對岸的相關企業公司來美國上市 那都完全符合美國當地的法律規定 美國政府 美國人都不擔心了 民進黨擔心什麼 好 這些矽骨經驗變成了 蔣萬安的這個 倒數計時的最大罩門了吧 對不對 看起來是 否則蔣萬安不需要這麼動怒 就是蔣萬安顯然被戳到了 他的那個最痛的 最不堪檢驗的那一塊 要不然他為什麼會氣噗噗的 然後還說 美國人都不關心 民進黨關心什麼 也就是說如果大家對你的過往 有一些希望你能夠做說明 然後能夠這個 以釐清真相 然後以獲得更多人 以說服更多人的話 蔣萬安就好好講就好了嘛 他幹嘛要生氣呢 可見他在美國的這一塊 恐怕很難告訴大家 我的經驗到底有多顯赫 我到底辦了哪一個案子 我成功的幫哪一個客戶拿到了他 原本應該有的權益 很難講 所以他才會用這樣子 攻擊的方式來對抗他的防守 就是他如果防守不了 他現在只有攻擊 這是選戰策略上面的一個 一個運用 那曹欽誠也蠻可愛的 曹欽誠就直接 直接用他說跑跑腿打打砸 但是可能這樣的用詞 使得蔣萬安覺得說 他被清見了 因為坦白說 年輕的這些律師 你進入到一個公司 難免你要從基層開始做起 但是因為你講完 一開始就把自己講得很高 很大 然後做了很偉大的事情 完成了很了不起的事業 所以大家才會回過頭來說 好啊那既然棒成這樣 要不要來分享一下 看看你有多棒嗎 你的新創啊等等等等 後來結果發現說 原來他是幫中資公司 他就是在募集 在美國募集資金 那這件事情就踩到了一個紅線 他說美國都不擔心 民進黨擔心什麼 其實美國很擔心 美國當時的那個狀況 跟現在的狀況 是完全不一樣的 美國超擔心 所以美國限制了非常多 中資企業在美國的行動 甚至要下架等等的 所以美國的擔心 其實是爆表的 在這種狀況底下 蔣萬安他其實是可以 更進一步的做說明 但是他卻沒有採取 用說明的這個方式 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選戰已經進入到 最後十二天的這個狀態 蔣萬安他一定是覺得說 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與其自私一分 不如我就固守原來的票 因為我只要反擊回去 我這些支持者 藍營的這些支持者 就會被我鞏固住 他們不一定要相信我的這些說辭 但是他會因為我的態度 而集中選票 集中投在我這個身上 那如果我今天去多做了解釋 你質疑一個我就去回憶一個 我回應的東西如果不夠完整 不夠完美 又被人找到一些漏洞的時候 他會擔心他的這一群 原本已經入袋的這些選票 會不會產生一些疑慮 所以我覺得他沒有辦法 把事情講清楚 所以他選擇不講清楚 目的他只需要鞏固他自己原來的票 他已經沒有要擴張了 他就是仗著說 反正我在台北市選 我台北市的藍營的選票 我就是優勢 我既然有優勢 我就不需要去冒任何的風險 我覺得他現在的選戰策略是如此 跟你講的就對 現在是任何人提到 跟他選情有關的事情 不是側翼呢 就是抹紅抹黑再張對不對 然後要不然就是 由他的旁邊的這些 輔選的戰家們幫他講 非常不入流的 批判陳時中的髒話 對不對 用其他的議題 然後很聳動性的 就算是造假的抹黑的 他也在所不惜 矽骨經驗從來不講清楚 從來不講清楚 所以他的矽骨經驗 到底是什麼經驗呢 到底是什麼 看起來就是幫中資企業 在美國募集資金 所以那不叫矽骨經驗嗎 那跟矽骨 那只是叫籌資金一樣而已 因為他講的 今的這個經驗也不具備 我待會說明給大家聽 因為他 因為他講的 他的矽骨經驗是幫創新公司 哇 看看有什麼獨角獸啦 然後成功地扶植了哪一個 了不起的創新公司啊 但是他就連獨角獸都沒有講出來 對 他到底扶植了什麼 沒有人知道 但是大家只知道說 矽骨經驗 矽骨經驗 就矽骨經驗架在那邊 是一個天花板 但是天花板下面是空洞的 他沒有裝潢 沒有沙發 沒有電視等等的 所以他就只有那個空的嘛 那你要他怎麼開口呢 其實我是在矽骨幫中資募集 美國資金 這很尷尬吧 這聽起來就 就對 就完全不能加分 可能還會扣分 那我怎麼能講出來呢 好 我們就在最後還剩12天的時候 好好的來檢驗他的矽骨經驗 他的矽骨經驗 原先沒有這麼多人要去追究的原因 是因為他沒有在他的選情裡面強化那麼多 但是因為在辯論會那一天 他講了七八九次矽骨經驗 講到最後陳時中都有點火大 問他你在矽骨有社會住宅經驗嗎 記不記得 然後因為這件事情之後 結果他踢到鐵板 是因為曹新成董事長說 你那個你在矽骨的 你公開的那家的律師事務所 剛好是聯電呢 曾經這個也是他們的客戶 所以才從這個講起 結果這個講起之後 你知道蔣萬安怎麼罵曹新成嗎 他罵曹新成跟他一路走來一模一樣 說他是個側翼 然後然後他什麼又又罵他說 你對我你講我不尊重我的就業機會 令人唐木結舌 第一個講錯了 然後呢 然後又說他這個自詩為自己怎樣 又講成自意為自己怎樣 大家才發現這個蔣萬呢 念這個錯別字的狀況很嚴重 沒想到曹新成先生真的是耶 姜是老的辣 這個是建宗的這個他的學長 在禮拜六那一天呢 他就寫了一篇文章 看什麼叫做跟蔣萬安道歉呢 好幽默喔 因為呢我講你結果你罵我害得你中文程度不佳 然後接下來他一句呢 他說他跟以前的建宗同學問說 這個果文程度真的有這麼差嗎 然後他的同學問說 以前的同學念別字也難啦 但是呢他的蔣先生的問題比較嚴重 他把姓蔣 姓張講成了姓蔣 哇這顆炸彈他沒有辦法回喔